本輯總有一瓣喺 在跟我們玩玩新意事 之前在網上進行了招募 經過面試後 有20位參賽者即將進行比賽 一起全民撞鬼 比賽分兩輪 第一輪比賽參加者會說鬼故 展示他們大膽的一面 我們加上師輩的比分 最高分的六位 就會進入第二輪比賽 第二輪比賽中為六位參賽者 我們一起去到香港最陰森的地方 進行不一樣的靈探比賽 最後會選出冠亞貴軍 全民撞鬼,馬上開始 我從小到大睡覺時 都會有靈魂出竅的經歷 20年前,當我去過一次喪禮後 我就不斷發生很多怪事 從小到大,家庭和法科或玄學 都會有點淵源 所以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令我感受到靈界的朋友的存在 有時出外旅行或工作 都會跟他們有點偶遇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 《總有一瓣喺左近》 今集的兩位參賽者已經坐在這裡 分別有Dorothy和Samson 除此之外,還有一位法科師傅 我們的評判 你好,大家好… 黃文的J.I 對… 好,不如跟兩位參賽者聊天了解一下 你們有很多撞鬼經歷嗎 少許都有 不然也上不了這個節目 我也試過親身,好像鬼想生的經歷 鬼想生的經歷? 鬼想生的經歷 已經贏了 對 應該要直接入決賽了 待會你們兩位各自說鬼故 我們三位各佔20分 師傅當然是畏高權重,佔40分 但待會後 還要看你們的追加片段 用來追分 我們討論完之後 就會再另外給一個分數 那部分最高的分數是20分 評分準則很簡單 Dorothy就是準則了 真的很主觀 對,你能打動我們就行了 所以今天有七千魚師傅 他有一個很厲害的工具 你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零擺 是 因為如果我評分 哪個高、哪個低 他們都會生氣 所以如果他說的是真的 我要這個零擺順時真轉 是 如果他說的是假的 那就相反的方向轉 他們現在很害怕… 本來已經打算說假的 就已經檢查他出來 是,太穿了 有人要現在退出也可以嗎 有人害怕嗎 有否看上環節 看上環節 好,我們事不宜遲 好 第一位 Samson 好 師傅又感覺到他的氣場 要坐一會才知道 你的經歷是怎樣的 首先,我家裡 從小到大都跟法科接觸 因為這樣我也會學會了一點 一次例子就是我去大陸公幹 因為我和老闆兩個駕駛車上去 我們到達當地 已經是凌晨4時 已經很累,很睏 就趕快去一間酒店 去拿房間休息 我睡眠時不眠 把東西拿著蓋子就睡覺 睡覺後… 當作夢中 看到整個影像都是在房間裡 但我看到有八、九人圍著我的床 因為我躺在這裡 他們這樣圍著我,尖釀為庸地看著我 我還找到一個… 我相信是他們的大佬人 坐在床尾的梳妝桌的桌面上 在那裡點煙食 那一刻我醒來 醒來後當然沒有那些影像 那一刻我又不能動 因為我本來也懂得八課的東西 我便開始唸一些我們的咒語 唸完後就動了 動了之後,我就特意起來 去我的袋子拿牌、肉 就帶回到身上 一躺在那裡,我特意… 蓋了被子就特意放出來 在被子面前 睡了一會,又到了漆夢中 環境也一樣 這次也有人圍著我 但相對少了 本來他坐在床尾梳妝桌的大佬 上來,其中一個圍著我 可能只剩下四、五個左右 我再看見他還叫朋友來幫忙 他正在爬進來 但他不是在地上爬 而是反轉到天花板 黏著天花板爬進來 那一刻我好像在拍戲 真的有點生氣 我唸一個比較攻擊型的咒語 是甚麼咒語 第一次唸的就是我們所謂的上頭 上頭基本上每次莊香都要唸的咒語 例如攻擊型的咒語 可能是出劍子去攻擊的咒語 唸完,那一刻就能動 然後就打出劍 那一刻的感覺就像蘑菇雲般 爆開了一刻 然後就動了 我心想不跟你們玩 最終需要換另一間房間 換另一間房間就好多 大家有份天光陰,沒了這件事 你本身有讀書或修法嗎 本身家裡也是茅山的 所以我也知道一點 看到東西嗎 看不到,但可以感受到 可以在空間裡感覺到有否存在 或者你進入酒店房前摸火 你會知道裡面是否乾淨 但你懂得發 沒理由只有一次見鬼經歷 應該有很多,對吧 譬如有一次我們在英國旅行 去一個比較出名的博物館 裡面有穆乃伊 其實我哥哥的力量比較強 他有些感覺 他之前也說不如不要去 他說隨時他們的老大 會比我們的老大更厲害 對嗎 我們說不要緊 但我們也繼續去看一些文物 特地不去穆乃伊那層 去其他中國館看看 但去到時也很不舒服 我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 我哥哥很想吐… 快點離開 最後也說忍不住了 我們要離開那個博物館 離開博物館之前 我們要去洗手間才離開 一落樓梯時,我也感受到 但也沒關係 快點去完廁所便離開 我們一陣子當藍廁 一陣子在尿兜 我去了第二格 我哥哥去了第一格 之後我哥哥告訴我 在我站在尿兜時 後面有一個比我的頭高 本身我也高,我也六尺高 但頭不是馬或狗的動物 走過來,很想看看我 因為他看到我… 因為我們可能有法科的底 我們有點發光 他就來問我 我很好奇究竟我是一隻甚麼 但我哥哥很自然地保護我 他把他的魂本身向前去洗手間 轉身去箱掌推開那個東西 哥哥最後說回來 平時遇到這種情況 他可能一箱掌推出去打開 他們會散開,像煙般散開 但那個對手中了箱掌 還要退幾步,還可以站在那裡 就證明他很厲害 很厲害 立刻立即離開 師傅,你有事也要問嗎 有… 他剛才說的說話,有點悶 但我仍然很討厭 很討厭 對不起,師傅 你會否平時很容易 別人要你做甚麼都會做 你是否很少拒絕 很少討論,對吧 看情況吧 舉個例子,如果你去餐廳吃飯 你說你點了魚蛋粉 那個師傅說沒有魚蛋,豬扒可以嗎 你說可以 給你甚麼都會吃 你是這樣的性格 你可能… 也是的… 你看 我根本無為他人所難 他沒有魚蛋 只要吃豬扒 這是你的問題 我們沒有這種機會 他一走200呎之外 一走就沒有了 但他還可以這麼多人圍著他 證明他的意念是不會拒絕 加上你的陽氣不夠 你覺得你的陽氣不夠嗎 我又沒有這個特別的 你說可以的 你說可以的 我們要邀請的 好… 選擇老公選他就行了 因為他不會拒絕 要他做甚麼都做 現在變成全民相體了 對 對 好,謝謝師傅的評論 謝謝 謝謝三神 多分真、多分假 但當他形容所有人在他身邊 圍繞著他、看著他時 我是心寒的 因為我哥哥有一個一模一樣的經歷 因為我聽過很多個案 是真的說在博物館有機會糟糕 所以我聽他說英國博物館 那件事,反而我比較信服 我們請另一位參賽者 Darfi,有請 好 在我大概十年前 我去過一個喪禮 那個死者是我姐姐的朋友 他被人砍了很多刀 然後砍了頭,半支一日那種 而去寧堂的時候 其實也覺得很不舒服 覺得很大壓力 直接去尖釀胃蓉的時候 也看到頸子已經蓋上粉 你也看到一個痕也看到 然後我姐姐經常回家 要我去接他回家 還有開門等他 因為他經常覺得好像有東西跟著他 有一天他走樓梯去另一個樓層 他突然覺得很暈倒 然後就暈倒了 然後那些朋友不知道他發生甚麼事 就送去醫院 發現他是腦出血 但我姐姐只有二十多歲 然後他突然完全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腦出血 就要剃乾頭,然後開腦 清除乳血 而清除乳血 也花了兩次的時間 半年至一年才復活 第一節時間夠了 休息回來之後 Dorothy會繼續分享她的靈異個案 還有她鬥大膽的自拍短片 這裡是達德學校的正門 我打算半夜逛夜山 我打算半夜山 剛才Dorothy說開完靈堂之後 怪事就發生了 到底發生甚麼事 當事情結束後 不知道為何到我了 原來我睡覺時 我感覺到被鬼壓 是一個男人 他壓在我的身體上 然後他也試過抱著我 也試過摸我的腳 然後是不同的時候 因為我本身會有半靈魂出竅的狀態 偶爾也會 當我靈魂出竅的時候 每次都會有東西捉我的手腳 而且我到了靈魂出竅的狀態 其實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為何會很害怕 他會捉我的手腳 然後我也試過有一次 他把我拋到半空 我不知道為何,然後就醒了 我想問你去交代劇情或個案 跟你去那個… 靈堂 靈堂的關係在哪裡 我聽不到那個關係 我覺得是… 因為我一向都沒有靈異事件發生 但我覺得去完靈堂之後 我就開始… 好像有些鬼跟著我 或是怎樣的感覺 所以我就會把這件事摔倒 不是因為我本身沒有這些事發生 好,那死者是男還是女 女 沒錯 但你現在說的是男人 但我感覺到是男人 然後還有人在打我的臉 然後跟我說是我… 即是你聽到她的說話 對… 然後有一天我在家 突然間心跳加速得很厲害 然後我已經去了廁所 然後我乘車時突然有好急尿 然後我下車後就去廁所 然後我突然很想哭 然後我就在地鐵站掛著 我覺得整個人都很累、很辛苦 不知道為甚麼 心跳加速得很厲害 然後我一看到我的朋友時 我就抱著他,然後我全身在抖 抖到有些類似癲癲的狀態 而我也不停哭 但我不停跟他說我不知道為甚麼 我不知道為甚麼哭 然後我整個人很暈眩 然後這個位置全都很避 然後其實我是想躺下 然後…我鎮完之後 整個人好像…很虛脫 好,這是否所謂被鬼上身的經歷 你是否這樣看得到 可能是被鬼跟 聽完Dorothy的故事後 我想吸引她三個形容詞 就是零碎、迷茫、空虛 亂亦證明了那件事可能有真實性 如果整齊整件事,整齊得很好 可能她在家練習了100次 那件事可能有一些假的跡象 所以回答一下,小亂我也能接受 她的能量是很亂的 好的 所以她說的是真實性 不過我有些問題想問你 你參加這個節目 你的目的是為了錢 還是為了再多舔一遍 因為你如果為了錢,不是太多錢 你之前去一次靈堂 你也搞了那麼多事 你是否想再多舔一遍 你只是想分享 其實我這樣便去求了一顆 平安救回來 但你的磁場是不行的 這個不行的 因為你坐在那裡的能量很差 不論如何 我們不要每次都說 撞舉… 跟你心理的念念也有關 因為她經常承認著 我建議你吃多些維他命B12 真的,有幫助 還有雞蛋 雞蛋 對,那你吃多些菜嗎 我會多吃多些菜 對,沒錯,沒錯 我知道的 好 Dorothy,我想問你求那顆東西 是否感覺比較好 之後我開始沒有… 可能靈魂出去時沒有鬼捉住我 而我在那個狀態,我很安全 你想再出嗎 我又要害怕,但又要玩的人 我想師傅心裡有數 好 要看你一會 追加的片段 沒錯 我想知道分數是多少 謝謝Dorothy 好 大師傅,你不用這個零擺嗎 需要嗎 不需要 感覺到嗎 也不用問了 因為我已經浪費了這個零擺 猜到誰比較好 現在我們三位有20分滿分 師傅有40分 先給Dorothy 對,先給女孩子Dorothy 我們給她一個分數 來吧 好 1、2、3… 我看要寫40分 師傅給5分 你覺得故事太真實了 感動到你 故事是真的嗎 好… 為何不可以給Dorothy 好… 你最多可以給40分 好 你覺得沒分 等等,Edmond給了12分 我給了15分 JJ 我有13分 好… 好,我們現在給男孩子Samsyn 也是這個分 你也是這個分嗎 你這麼鬆手 可以嗎 可以 師傅賢40分 我給12分 18分 你給18分 我給13分 好 也是 我們首先Dorothy有80分 Samsyn有87分 不過Dorothy不用太擔心 因為接下來 會看你們最佳分數的影片 因為總分 我們四個討論完之後 最高也有20分 所以你可以一下子 如果你的影片拍得好 逆轉性是沒問題的 事不宜遲 好 開影片 來吧 你好,我是Dorothy 我今天來到波羅山的入口 我打算半夜逛夜山 看看能否感受到甚麼 剛剛太黑了 所以我剛剛安裝了燈 之後再繼續拍照 看看周圍的環境 其實全面有很多草 還有這條氣 現在我點三次香 然後… 放在一個位置 完了嗎 我帶了一位朋友 他可以感受到一些靈體的存在 你們總共是三個人嗎 你們總共是三個人嗎 不是,兩人 兩人 走過一段路後 我打算點香,拿香出來 然後我的朋友跟我說 感覺到有一堆在看著我們 我點了香後,他們全都衝過來 所以我連插也插不到 我的朋友就拉著我,馬上離開 所以拍到那裡停 好,我們要先看… Samson… Samson的評論 我一開始打算離開這個地方 真的沒有人 不知道為何今天有很多人 我們先去環繞四周看一看 好 環繞了一圈 這裡有甚麼地方 最後我會說的 我們先唱一首歌 這首歌真的出賣年齡 《夜夜痴前》 墨劍文 但應該是石穎妮唱歌 所以我年紀也應該不是很大 我會說了甚麼 我會說了很多 經常以為沒有人的地方 為何不知道今天有這麼多人 我猜因為應該有手足在裡面拍攝 這裡是甚麼地方 這裡是… 太黑,拍不到招牌 這裡是達德學校的正門 好… 現在明白… 觀衝你笑得很開心 現在明白花姐的痛苦 對 我其實很欣賞她的勇敢 但其實你可以不用唱 播出一首歌,會否更好 也對 吸引一點 吸引一點 我覺得最恐怖的是我唱那段 整段影片也是的 所以外出會剪掉那段 也是的 但你們是兩個人 一個是自己開機 自己人開機,打燈 她是自己開機 她唱歌也不錯 這樣比別人還不錯 不如你跟手鬆吧 好… 兩個比較 我留意到這個女生經常不換衣服 還是那件衣服… 逢你去一些不好的地方 那些衣服一定要換 不可以經常穿一些副能量的衣服 這個環節很殘忍 是的 但我們剛才已經商討過 我們剛才掛了一個數目 就是兩位竟然是同分 我們加的分數 最加的分數 對,Dorothy14分 Sampson也是加14分 我們可以解釋一下 好 為甚麼 我覺得女生的… 雖然拍攝不夠專業 但始終…我不知道是不是她第一次 不過始終有些技巧要留意一下 而且我覺得她不是一人去 應該有人幫她開機 所以我減少了一點分 就是她的膽量… 但男生真的只看到攝影機 只是一個人,對吧 我覺得我比你更多了分 我反而欣賞Dorothy 因為她帶的朋友有陰陽眼 以及體質方面 而且她主動在荒山野嶺點香 所以我欣賞她的膽量 我也是這樣去看 因為男生… 我經常覺得男生應該大膽一點 一個人我覺得還可以 但女生晚上… 別說她,我自己也未必會這樣去 尤其當有靈異體質 很容易跟著你回家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所以女生比較高分 好,師傅呢 師傅呢 我覺得男生唱歌也不錯 你不斷說 整體來說,雖然她知道她唱歌 可能有反應出來 大家覺得更害怕 但她也繼續唱 所以我覺得… 你覺得在唱歌方面有膽量嗎 因為這首是鬼歌 是 是金歌 是 好,所以經過今天之後 還有追加的分數 現在Dorothy應該是94分 Samson是101分 不過Dorothy不用失望 因為Dorothy未必代表她無法入圍 也未必代表Samson是安全的 因為還要看完之後的參賽者 再比較後,最高分的六位 就可以進入第二輪的比賽 是 我恐慌後面的人越拍越厲害 我也覺得 是嗎?應該是這樣 所以她們會吃虧一點 因為第一集 對,希望你們也有機會勝出 跟我們去靈探 今集兩位之外也感謝七仙儀師傅 靈異的事件 也是那句信則有,不信則無 好,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集再見 比四十分滿分 我覺得她是亂比而已 我覺得她亂七仙儀師傅 因為她是七師傅 七師傅 好人卡不是這樣派 你說後面的參賽者情何以堪 我覺得師傅可能第一集的時候 比較鬆手 而且我覺得她心裡有分高低 但她只是不好意思避開